1997年京都议定书产生后 1998年世界资源研究所及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制定了温室气体核算体系 作为国际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框架和定义 城市温室气体核算 有助于了解城市整体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和趋势 识别主要排放源 为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进行巧合 刚刚讲的气体核算 大家听到可能不知道是什么 但其实它另一个代名词 大家可能在各种新闻报道都曾经听过 就是碳审计 在城市温室气体核算里面 我们有很多步骤 其中一个步骤我们一定要认知 这个步骤就是确定核算的边界 而这个边界里面包括地理边界 以及温室气体的种类 以及由地理边界引伸出来的直接排放 以及间接排放的定义 这个定义里面分为三种不同的范围 分别是范围一直接排放及减除 范围二间接排放 范围三其他间接排放 有关温室排放的范围 现在举一举例子 范围一包括边界内的发电机 温室气、窩炉、运输交通工具 是使用的冷冻空调设备时 产生的泄漏或释放的冷煤和雪种 废物污水处理设施衍生出来的排放 以及额外种树植木的吸收 范围二包括边界内活动消耗 外购电力和热力 范围三包括第三者运输产品 所需材料和下游废物处理 而产生出来的温室气体排放 而收集各种范围数据 通常会结合两个方向 分别是从上而下 还有从下而上 从上而下 是指从相关政府部门 及公营机构 获得已完成的统计资料 从下而上 是指从城市中相关企业的 可持续发展报告 或者由终端消费处收集的资料 另外 调研和秋仰调查 亦都是从下而上 获得资料的方式 在澳门的城市核算 碳排放边界上 范围二间接排放 是我们主要的排放来源 在2021年 这个范围涉及的碳排放 若有3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这个来源 主要是从国内输入的电缆 在范围一直接排放上 我们主要涉及交通运输 本地发电 焚化炉发电 而在交通运输上 2021年 约有5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其实在澳门这个现代化的城市 有一些地方 是可以利用策略来减少碳排放 例如 减少交通运输上 直接使用化石燃料 加强运输业的电气化发展 或者使用新能源作为代替 其次是源头减费 令到城市在费物处理上的压力减低 也可以减低所产生的碳排放 另外在建筑项目方面 澳门未来都有不同的大型项目发展 包括在新田海区上高的公共建筑 在这个建筑的开发之中 包括有开画、运输、使用的建筑物料 和过程中的费料都会产生的碳排放 这部分所产生的碳排放 我们称为隐含碳 亦都属于范围3的其他间接排放 而在建筑物使用期间 活动里面 亦都带来我们大量的碳排放 这个碳排放量 若占全球的排放量超过18% 在新建的建筑方面 其实我们应该加入绿色建筑的设计 以及营运的标准 从而整个建筑物的生命周期内的 减低碳排放 在现有建筑物里面 可以加入不同的哲能减排的技术 或者是科技 或者可以利用重新教验这个技术 去调节及优化各系统 从而减少系统额外的消耗和碳排放